美俄核潜艇同时现身古巴 如何看待双方所派核潜艇的实力 来看新闻观察员魏东旭的解读 俄罗斯海军小而强的舰艇编队 来到自己的家门口访问古巴 并在加勒比海地区要举行演习 美国海军有点慌 所以他派出了海伦纳号攻击型核潜艇 在古巴附近的关塔纳摩湾进行部署 试图针对俄罗斯的舰艇编队 进行水下的情报刺探 同时可能也要和俄罗斯的 喀山号的攻击型核潜艇 进行一番水下的猫鼠游戏 海伦纳号攻击型核潜艇属于洛杉矶级 那么它是在1987年服役的 在2022年刚完成非常重要的一次大修 可以说整体的技术状态 作战能力和这种工艺的水平 和俄罗斯的喀山号是有很大差距的 因为喀山号是2021年服役的 是俄罗斯核潜艇技术的极大成者 无论是水下静音的航行能力 还是高速的航行能力 包括武器装备的使用能力 都要远远超过老麦的海伦纳号 美国派出的是80后的这种老旧的攻击型核潜艇 而俄罗斯派出的是20后水下作战的新锐 双方在水下进行这种博弈进行较量 可以说美国海伦纳号核潜艇上的海军官兵 他们会面临巨大的压力 甚至不排除会被喀山号核潜艇 进行全方位的压制 中文字幕提供